再來看廣南南部一座水口 最近有幾多萬隻魚子失望 每天是認為是適應跟水口的管理有問題 另外在南區的開普敦 一個月前有超過五百隻 六百十隻的小隻雞 去讓鳳台加鑽花 不過有另外是發現說 這些雞雞都吃到不少的屬家粒了 松米水口裡面的魚 都因為缺水失了了 在這裡面跟記者說 大家都因為魚子的失態 這幾十天來的生化品質是很壞 某南南部一座水口 有幾十萬部的魚子失去 這個地方已經幾個禮拜沒落後 管理部門有得要搬救水部的農作物 想要把水口裡面這麼少清掉 不過因為水口的水位太多 魚子根本就沒辦法生存 在地人跟媒體記者認為說 這個農關我們加上水口管理不動所在 我人們也很累 人們很累了 就跟南南部份的地方一樣 有人南部跟中部地区 等受到破海相關我們的影響 四月三十 跟南風通一直休閒 有人部份的地方 蓋溫時立是四十四度 河嶽走路是沒誰人 都部份的民眾選到點在下來 有人又跟上級表示 過去這幾天 北部跟中部部份地区 紀錄到相關 溫時四十二至四十四度 要跟各國的車運動才會比較嚴重 南風開波噸四月車發生強烈的方法 有五百塊吃 共要重新的紅海骨 吸入海水沖到海沙坡 每次有方救起來 現在安地在開波噸 海骨保護中心 在南風 海骨一般在開波噸 東北部的海骨 跟中華輕輕輕鬆 如果這些海骨 有可能是被印度有 一坡比較溫暖的海流流去 從來就對海流流過南風 再加上開波噸 附近大四 有更冷的海水裡面噴出來 傳說人員說 這是真實快 不過強烈的方法 帝蘇幾百隻 洪沖到海沙坡 這就真不順暢 可可別說保佑館一天 來救到這些海骨 而且收集到這些海骨 白出來的宿舊片 是到尖角差不多大塊 共識新聞 恩文良便宜